《国父论亚当·斯密》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的人民的收入是怎么构成的 并且说明供应各个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 第五篇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 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个点 第一个什么是君主或者国家的必要的费用 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 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些特殊阶级或者成员所负担的特殊的赋税 第二个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 而各种募集的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 第三为什么几乎所有近代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 而这些债务对于真实的财富 反而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样的影响 国富论序论以及全书的设计 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者说是本国劳动直接的产物 或者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买进来的物品 这类产物或者用这类产物从国外换购来的物品 其对于本国消费者来说承载着人数比例的不一样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所需要的一切的必需品和便利品 供给的情况的好坏就要看这个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无论就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 这个比例都要受下面的两种情况所支配 第一个一般的说这一个国家的国民运用劳动是怎么熟练 怎么技巧怎么有判断力的 第二个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数和不用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数 究竟成什么样的比例 不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么样的 他的国民每年提供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个情况的似乎比较多 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 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从事有用的劳动 尽可能的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供给他自己和家族族群中因老幼病弱而不能余裂的人 不过他们是那么的贫乏 以至于往往仅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 或者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 或者遗弃这些人 听其饿死或者被野兽吞死 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 虽然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 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 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十倍来自百倍 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 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 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 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的分配给社会上各个阶级 这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不论一个国家的国民在运用劳动的时候 实际上究竟是怎么样熟练 怎么样有技巧 怎么样有判断力 在运用这些情况继续不变的期间 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供给的状况的好坏 总是必须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 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 究竟成什么样的比例 我以后要说明 有用的生产性的劳动人数 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 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 以及资本用途成比例 所以说本书的第二篇 讨论资本的性质 逐渐累积资本的方法 因为资本的用途不同 所推动的劳动量 已不相同这几点 在劳动运用上 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的国民 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者指导 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 这些计划并不等同于 有利于一个国家生产物的增加 有些国家的政策 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 另一些国家的政策 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 对于各种产业 不偏不倚的 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 怕还没有 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 欧洲各国的政策 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 即农业 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 即工业制造业和商业 本书第三篇将说明 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 规定这种政策 这些计划的实行 最初也许是因为 起于特殊的阶级的利益和偏见 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 社会全体的福利 它们不曾具有远见 也不曾加以考虑 可是这些计划 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 有的人认为城市的产业重要 有的人又说农村的产业重要 这些不相同的学说 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君主和国家的政策 已为他们所左右 我将尽我所能 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的解释 这些不同的学说 并说明它们在各个时代 各个国家中 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本书的前四篇的目的 在于说明广大的人民的收入 是怎么样构成的 并且说明供应各个时代 各个国家的国民 每年消费的资源 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 第五篇 其最后一篇所讨论的 是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 在这一篇里面 我要努力的说明以下个点 第一 什么是君主或者国家必要的费用 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于 全社会负担的赋税 哪些部分应该出自于 社会某些特殊阶级 或者成员负担的特殊的赋税 第二个 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 是怎么样募集的 而各种募集的方法 大抵有什么利弊 第三个 为什么几乎近代各个国家的政府 都把收入的一部分 作为担保来举债 而这种债务 对于真实的财富 换而言之 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 所产生出来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为使读者 意于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 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的状况 一般人认为分工最完全的制造业 来是一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 不重要的制造业的分工 实际上并不比重要制造业的分工更为周密 但是目的在于供给少数人少量需求的不重要的制造业 所雇佣的劳动者的人数必然不多 而从事各个部门工作的工人 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厂内 使观察者能够一览无遗 反之那些大的制造业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要 所以各个工作部门都固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 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厂内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工人 也是不可能的 像这种大制造业的工作 尽管实际上比小制造业分的更多更细 但因为这种划分不能像小制造业划分的那么明显 所以说很少有人注意到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 但他在分工往往就唤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说我把他引来作为例子 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个职业分工的结果 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 又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些职业的机械 使用这些机械有发明的可能 恐怕也有分工的结果 那么纵然竭尽全力的工作 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 要做二十枚当然绝不可能了 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 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了专门的职业 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 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 一个人负责抽铁线 一个人拉直一个人裁切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 另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源头 要做源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 装源头凸白色来自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 这样扣针的制造分成了十八种操作 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八个专门的工人来担任 固然有时候一人也兼任两三门 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工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 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 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然穷困 他们必要的机械设备虽然减弱 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 一天也可以挣十二磅 这每一磅中做了四千枚扣针来计算的话 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以做扣针四万八千枚 计每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扣针四千八百枚 如果他们各自独立的工作 不专习一种特殊的业务 那么他们无论是谁 绝不可能一天就制造二十枚扣针 说不定一天连一个扣针也制造不出来 他们不但不能制造出今天 由适当的分工合作而制成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 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 恐怕也做不出来 就其他工艺以及制造业来说 虽然许多不能这样精密的细密的分工 可操作也不能变得这样简单 但分工的效果总是一样的 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 一经采用分工制 便相应的增加了劳动的生产力 各种行业之所以各自分立 似乎也是因为分工带来的这种好处 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 如果是极高的 则其各种社会的行业的分工 一般也都能达到极高的程度 未开化社会中一个人独自担任的工作 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 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 制造者只是制造者 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须的劳动 也往往有很多劳动者来担任 是以麻职业和毛职业为例 从亚麻以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瓶 仪容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 各个部门所使用不同的技艺是很多的 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够像制造业那样精密细密的分工 各种工作不能够像制造业那样分立 木匠的职业和铁匠的职业 通常是截然分开的 但树木者的业务和种稻田的人的业务 不能够像前者那样完全的分开 仿工和职工几乎都是各个级别的两个人 但除根爬地播种和收割 却常常由一个人坚韧 农业上的种种劳动 随季节推移而寻回 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 事实上绝不可能 所以说农业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 也许就是农业不能够采取完全的分工制度 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 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 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耘的比较好 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相对比较多 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的面积 以肥沃的比例来说也比较多 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 很少在比例上大大的超过所花的较大的劳动量和费用 在农业方面 富国的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苹果的劳动生产力大很多 至少不像制造业方面 一般情况就大了很多 所以说如果品质同样优良 富国的小米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苹果的低廉 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来说 法国远胜于波兰 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同样低廉 与英格兰比较 论富裕论进步 法国可能要逊一筹 但法国产麦省出产的小麦 其品质之优良完全和英格兰的小麦相同 而且在大多数年头 两者的价格也大致相同 可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的比法国好 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的比波兰好得多 贫穷国家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 但苹果所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以及售价低廉的方面 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 但是贫穷国家在制造业上不能够和富国竞争 至少在富国土壤空气位置 适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 苹果是不能和富国竞争的 法国的丝绸比英国的丝绸又好又便宜 就是因为职丑业 至少在今天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情况下 更适合法国的气候 而不十分适合于英国的气候 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植物却远胜于法国 而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 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的多 据说波兰除了少数立国所需的粗糙的家庭制造业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有了分工同数量的劳动者 就能完成比过去多的多的工作量 其原因有三 第一个劳动者的技巧 因为职业专业而日渐长进 第二个由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 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 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 第三个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 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 势必增加他所完成的工作量 分工实施的结果 各劳动者的业务 既然终身局限于一种单纯的操作 当然能够大大的增进自己熟练的程度 惯于使用铁锤而不沉淀习制铁钉的普通铁匠 一旦因为特殊的事故 必须制造钉子的时候 我敢说他一天最多只能做两三百枚一帧 而且质量还拙劣不堪 即使惯于制钉 但若不以制钉为主业或者专业 就是竭力工作也不会一天制造出八百枚 或者一千枚以上 我看见过几个专门以制钉为业的 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在尽力工作的时候 每一个人每一天能制造两千三百多枚 可是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 同一个劳动者要鼓动风机吹炉 调整火力 要烧铁 挥锤打字 在打字钉头还得换上调换的工具 比较起来 制扣钉和制金属扭扣所需要的各项操作要简单很多 而以此为终身业务的人其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 所以说在此等制造业中 有几种操作迅速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如果你不曾亲眼见过 你绝不会相信人手有这么大的本领 第二个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需要 常常需要损失一些时间 因为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 比我们骤然看到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不可能很快的从一个工作转到完全使用 完全不同工具 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 耕作了小农地的乡村职工 由直击转到耕地又从耕地转到直击 一定要虚费很多时间 诚然这两种技艺如果能够在同一个厂内进行 那么时间上的损失无疑要少得多 但即使如此损失还是很大 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的时候 通常要闲逛一会儿 在开始新的工作之初 也很难以集中精力全心贯注的积极工作 总不免心不在焉 而且在相当的时间内 也许说是在工作 倒不如说它是在开玩笑 闲逛偷懒 随便这种习惯 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 而且一生之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工作劳动者来说 可以说是自然会养成的 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会养成的这些习惯 这些种种的习惯呢 使得农村的劳动者常常流于此缓难度 即使在非常吃紧的情况下 也不会精神勃勃的干 所以说即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 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的减少它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个 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 这必定都是大家所知道的 无需举例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那些机械的发明 看起来也是因为分工 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 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的事物上呢 更能够发现达到目标更简单更快捷的方法 分工的结果 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必然会清除在一项简单的事物上 所以说只要工作的性质还有改良的余地 各个劳动部门所雇佣的劳动者中不久 自发的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和便利的方法 来完成他们的各自的工作 为其如此呢 用在今日分工最为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 有很大的部分原来是普通工人的发明 他们从事最单纯的操作 当然会发明比较便宜的操作的方法 不论是谁 只要他经常去参观这些制造厂 他一定会看到极像样的机械 这些机械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使他们的担当 那些部分的工作很容易和顺速完成而发明出来的 最初的蒸汽机原需要雇用一个儿童 按活塞的升降 不断的开闭气锅与气筒之间的通路 有一次担任这个工作的儿童 因为要去和朋友游玩 他用一条笋把开闭通路的蛇口等把手 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 蛇口就可以在不需要人力的情况下自行开闭 原来因为摊完想出来的方法 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可是一切机械的改良呢 绝不是只由机械使用者来发明的 有许多的改良是出自于专门的机械制造师的智巧 还有一些改良是出自于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智能 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 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 他们常常能够结合利用各种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极不类似的物理 随着社会的进步 哲学或者推想也像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种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的工作 此外这种业务或者工作也像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 每个部门又各自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 哲学上这种分工像产业上的那种分工一样 增进了技巧并且节省了时间 个人擅长个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了全体的成就 而且大大的增进了科学的内容 在一个政治休民的社会里面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 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各劳动者除自身需求的数量之外 还有大量的产物可以出卖 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 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大量的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的生产物品 换而言之就是能换得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物的价格 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以充分的供给 而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也能够以充分的供给 于是社会各个阶级普遍就富裕了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最普通的技工或者工人的日常物品 你就会看到用它的劳动的一部分只是以小部分 来生产的这种日用品的人数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 例如工人所穿的粗制的椅子上衣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 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是必须要有牧羊者 剪羊毛者、输羊毛者、染工、输工、返工、职工、漂白工、裁缝工 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 加之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 把材料由甲地运至雨地 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呀 染工所用的药料 常需采购至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 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的地方收集起来 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 该需要雇佣多少个船工、水手、帆布的制造者和损锁的制造者呀 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 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 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者纺织工用的直机 姑且不论单就简单的器械 如牧羊者剪羊毛所使用的剪刀来说 其制造就必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 为了生产这些简单的剪刀、挖铁矿的矿工、熔铁炉的制造者、木材的采法者、熔铁厂烧炭的工人、自砖者、泥水匠 在熔铁炉旁边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的工人、铁匠等等 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记忆连接起来 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的用具 如贴身穿的粗麻的衬衣、脚上穿的鞋子 就请用的床铺和床铺上的各种装置 调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 而且也必须经过水路运输才能运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 厨房中的一切其他用具、石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 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希腊制的器皿 制造面包和酒供他吃喝的各种工人 那种能透过热气和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 和使世界北部成为极其舒适的居住地 所发明出来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 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 总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 并考虑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 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和合作 一个文明国家里面最卑不足道的人 即使他按照最简单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也不能够获取到日用品和其他供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